《西游记》片头神曲 是怎么诞生的 西游记音乐从开始到现在 已经接近40年了 这么长时间里头 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 这个让我感受得很吃惊和兴奋 杨佳说实际上老许是我 写个2分40秒的天头音乐 纯音乐不要唱 他这句话就战胜了英雄出音 那宋风谁见过 没见过吧 他本身就是个新东西 我的音乐也要新 跟别人不一样 第一下肯定是宋风要降临 宋风怎么飞起来 飞不起来 你用弦乐的扒烟也不行 你用了铜碗更不行 我用了合成器 有电子鼓 中国当时的北京只有一台 这个电子鼓呢 我在录音棚里我听过一耳头 就 那一耳头就给我留下了印象 下边的音乐怎么成不起 真的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我不知道怎么开头啊 我是起床的 比较晚 听着外边有完明明空 敲着饭盒 叮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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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接着是铜管有力度的东西 然后呢 写到这我就卡住了 在床上睡觉 蒙蒙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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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就好像有一个女生飘进我的脑子里面 这是那一车 我赶紧下来爬起来 就把这印记下来 这几个内容都有了 然后掐着秒表写 两分四十秒 一秒钟都不差 所以我这里边用了电声 他们谁都没用过 我用了 而且还是用在四大名柱里吃 我不是为了做尝试而尝试 就是西游记的音乐需要 我四十年前我写的时候 我就想杨洁能够同意我的音乐 可能放到片子上播出 我就很高兴了 到了快四十年了 竟然传到国外了 外国人听着也好听 这事我连做梦都没想 这说明什么 音乐它是有一种内在的 不可抵挡的这个力量 我写的是中国民族的工作 外国人他可以接受 就说明他懂得我们中国的 中国和语言 和我们一样的欣赏 这美的音乐 这个是共同的语言 我们的身边 这些人听到这么多的 知识 我不用太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